而且一定可以用固定的程序 就是几乎不要动什么脑筋吧 把它算出来 一定可以把它写出来 主要用到的是一个所谓部分分色定理 八个有理分色 一个有理函数一定可以分解成一些分色 然后规矩到两个解分来算 所以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 那后来我们又讨论一些函数 看上去它不是有理函数 一定可以把它变成有理函数 所谓叫可有理化的函数 那么我们讨论了这样一种情况 这样一种函数 R就是有理函数 X这个地方是AX加B CX加D 这都是一次的 这是KN次方DX 那么这样一种函数呢 N是个整数了 K罗冠次方吧 那么这样子我们说 一定做这样的变化 一定可以把它有理化 AX加B CX加D KN次方 把这个整个这个 叫一个新的变量 然后把它 N次方以后 X解出来求导数 这一定是个有理函数 那么这个上次最后讲了 后来呢 我们说 这个是容易做的了 最后呢 我们讲一下 所谓二相受微分 Xα A加D Xβ γDX 这样一种 我们所谓二相受微分 那么这样一种 函数的不定几分呢 原函数呢 只有在三种情况之下 它可以接出来的 所以可以接出来的 就是说 它的原函数是初等函数 那么除了这三种情况以外呢 它就多不是初等函数 那么这件事情呢 是19世纪 全比学习数已经证明过了 哪三种情况呢 上次我讲的 第一种情况 如果γ 这里就是 我上次写了 AB是随便的设数 这无所谓 但是呢 α β γ 都是有理数 这个都是有理数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下面的结论是对的 第一 第一种情况 如果γ是整数 γ是整数 那么这种情况 是可以 初等函数是原函数 原函数是初等函数 第二种情况 如果γ不是整数 那么如果α加1 除以β 是整数 那也可以 第三种情况 如果这个都不是整数 α加1除以β 再加上γ是整数 那样也可以 除了这三个情况以外 它都不行了 下面我就来证明一下 在这三种情况之下 它一定是可以有理化的 来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呢 第一件事情 先是把它 总是这样做 先把xβ 我让xβ 等于t字 等于一个新的变量 总是做这件事情 我们碰到这样以后 总是先把它 让它等于t 然后呢 我们看 这个时候呢 xβ是有理数 x当然等于t的β分之一了 对吧 所以dx呢 当然就等于β分之一 t的β分之一 减一 dt 对吧 就变成这样一个东西了 好 那么看我们原来的结分啊 这个结分我叫做i吧 原来这个不定结分我叫做i的吧 那么i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看看啊 i就等于xα次方 那就是t的xα次方 现在变成t的β分之α次方 对吧 x是t分之β分之一 那么xα次方 当然乘个α就是t啊 β次方 那这里头呢 已经变成了a加b xβ已经叫做t了 对吧 t了 然后是γ dx就是β分之一 t的β分之一减一 那么就t的 我再多写一步 β分之一减一 dt 对吧 那你把它多写一步呢 就等于β分之一 t的 把它写在一起 β分之 α加1减1 然后是a加上dt γ dt 对吧 经过这个变换以后 原来这个结果变成这样了 好 那我们看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的条件 如果γ是整数 整数呢 它两种 比如正整数 那么这就是个多项色了 对吧 如果γ这个正整数 那这就是个多项色嘛 如果这个负整数 那么上头是1 下面就是个多项色 是这个有利函数 这已经是个t的有利函数 γ是整数 对吧 而这个地方呢 因为β是有利数 α是有利数 这个数还是个有利数 你不方法把这个数啊 还是个有利数吧 叫它Q分之P好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结封就是什么样的结封呢 i就等于β分之一 t的 这个是个有利数嘛 那就是t的开Q次方 那就是t的开Q次方 Q分之P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开Q次方再P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a加bt γ dt 这就是什么类型呢 这就是这种情况 大家看 对不对 就带一个根号 而这里头 这现在很简单 就是一个t 对吧 就是一个t 而这里头是一个有利函数 t的有利函数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只要做个变化 t的Q次方 让它等于一个u 就有利化了 做两次变化就有利化了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呢 一定是可以有利化的 对吧 这个意思 就你第一次做变化 总是做这个变化 让xβ分之一 xβ次方叫做一个新的变量t 那么你变过去以后呢 你就看 如果γ的整数 那么这就是个有利数了 有利数就这种样子了 对不对 那么你让根号t 让tQ次方 这个叫做新的变量u 那就有利化了 就归结到这种情况 对吧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如果γ不是整数 而它是整数 那么我们看 这个情况跟刚才一样了 如果γ不是整数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γ不是整数 那我这个结婚 让γ γ不是整数 那γ等于有利 γ是个有利数吧 反正 Q分之P 而它的整数 对吧 β分之α加一整数 那么减区月当然还是整数了 这是个整数 那么或者是t的 一个正整数次方 一个是t的主要次方 是个有利数次方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这个i呢 也是等于β分之一 这个已经是个多项色 一个有利数了 对吧 t的 不是 这个t的 βα加一 减一 而这个里头是a加bt的 q分之P次方 dt 那这个q分之P次方 dt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q开次方 然后再P次方 那这又是刚才这个情况了 对吧 因为这已经是t的一个整数次没了 或者负整数次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要让u等于更好 a加bt 开q次方 一个性别了 也一定有利化了 是吧 一定有利化 好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有利化 对吧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告诉你 怎么有利化 实际上也告诉你 怎么有利化 所以这个也是行的 第三种情况 这两个如果都不是整数 它也不是整数 它也没有 而它加起来是整数 那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呢 也就这个时候 这个也不是整数 整数 这个也不是整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这样办 我们在这个上头 乘一个t的伽马次方 除一个t的伽马次方 这当然是一样的了 对吧 乘一个t伽马 除一个t伽马 那这个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β分之1 这个就等于t βα加1 加让伽马 又乘了t伽马 再减去1 然后这个里头就变成 a加bt tt的伽马次方 dt 是不是变成这样一个东西 好了 那么 现在第三种情况 它是整数 所以它这个整数 α加1除以倍的加伽马 这是整数 减去 所以这个是整数 这个是整数 而这个伽马 这就有Q分之P 又规矩到这个情况 a加bt c加dt 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不管哪一种情况 一定可以有力化的 就证明它可以有力化 这是很简单的 除了这张情况 它都不能有力化 多出等函数 它的原函数 都不是出等函数 这个证明当然很麻烦的了 超过我们的范围了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以后你看到这种东西 你就判断一下这三个数 有一个是整数 你就把它挤出来好了 而且一定有办法做的了 按照这个办法 第一步先做这件事情 第二步你就自然看出来 就规矩到这种情况 做个变化 一定做得出来的 那么如果一旦发现 这三个都不是整数 就不要做了 结论已经有了 它不是出等函数 就行了 我来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看看 比如说我们算一个 这样的结分 不定结分 根号 一加上 x开四次方 外面再开三次方 下面开两次 二次方 也叫一样 dx 那么这样一种东西 这样一种不定结分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不大好算 就不知道怎么去做它 对吧 你也没办法去判断 这个它原函数 是不是出等函数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结分 实际上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 x是负二分之一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 1加x的四分之一 对吧 然后呢 外面三分之一 dx 你先把它归到 我这个类型去做 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 α是负二分之一 这是α β是四分之一 γ是三分之一 对吧 那么γ不是整数 所以第一条不对 γ不是整数 然后看第二条 α加1 除以β 是不是整数 α加1 你看啊 α加1 除以β α是负二分之一 就是一减二分之一 对吧 然后除以β 四分之一 这个是整数 对吧 这等于二 二分之一 是 这等于二 所以呢 好了 这个尽管很复杂 那是一定可以有力化的 一定可以把它算出来的 对吧 你第一件事情 你就判断一下 你做下去有信心啊 要不然 做这个玩玩之一 你不知道这个编号 做到后来什么样子 对吧 不知道怎么样子 那么你这个 你放大单方式去做 一定做得出来的 怎么做呢 你根据这个第二条 它一定可以有力化的 你就这样做 按照刚才我们这个程序 第一步啊 总是先把它叫做t 对吧 好 所以我们来这样做 总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总是把 这个叫做t 我让x开四次方叫做t 所以x呢 就等于t的四次方 就是第一步总是这样做 你按照这个程序去做 总是可以学习的 然后dx呢 就等于四倍t三方底t 好 然后呢 x当 然后你这个结封 叫做ra的吧 好 然后你看ra是什么东西 ra就等于 x的负二分之一 那么x现在是什么东西呢 x的t四次方 在负二分之一 所以等于t的负二了 这个在负二分之一 就变t的负二了 对吧 这个 然后呢 这个里头呢 变成1加t x四分之一 t的三分之一 dt dx还有四倍 dx dx还有四倍 t三方 dt 对吧 四倍t dx四倍t 所以这个t三方t二 所以这个就等于四倍t三减二 然后是1加t三分之一 dt 对吧 就马上变到那种类型了 变到那种类型了 告诉我们就把整个这个根号叫做个新的变量 对吧 然后呢 让 然后 让 这个整个1加t的三分之一 叫做个新的变量u 就碰到这 画到这种情况总是把这个根号做个新的变量u 那么 这样呢 好 1加t 就等于u三方 所以t呢 就等于u三方减一 对吧 t u三方 t就等于u三方减一 所以dt呢 就等于三倍u平方 du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带进去就行了 对吧 四倍 t 等于u三方减一 t等于u三方减一 一加t三分之一 我叫做u dt 等于三倍 三倍u平方 u平方乘上u u三方了 du 所以这个就等于十二分之一 对吧 这个里头呢 是u的六方减去u的三方 已经有理化了 而且很简单了 对吧 很简单 那么这个就马上就寄出来了 对吧 这个寄出来了什么东西啊 就等于 七分之 七分之十二 十二还在了 u的七次方 u现在什么东西呢 要回到原来的边量去了 u是什么东西 u是这个 1加t t是什么东西 t是这个 所以呢 是u是1加t t是x四次方 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然后七次方 三分之七次方 这个东西 对吧 u的七次方了 是这个 然后再减去 四分之二 那就三 u的四次方 u的四次方 就是1加 更多x四次方 u的四次方 三分之一的四次方 再加四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元素 对吧 你这有一套程序 可以做的了 有一套程序 可以 这个金冠子很复杂了 有一套程序 就可以做 那么 你如果有兴趣看 你说如果我把这个x 改成3 这个行不行 这个 就是这个γ 是负三分之一 比如说 这是现在开平方了 开三分行不行 算一下是行的 还是整数 四也行的 五就不行了 这个五就不行 就你算一下 这个三个条件 都不满足 也就是说 这样一个函数 它的原函数 就不是初等函数 就是你可以造成 无穷多个原函数 它初原函数 不是初等函数 对不对 要它是整数呢 不是整数 不是很容易吗 稍微动动 它就不是整数了 所以这个 大部分不是整数 大部分都不是初等函数 就这个意思 好 这是一个例子 我再讲个例子 再讲书上的例子 大家看书上 第250一面 最后一个题目 250一面 书上列入题6.4 250一面 最后的题目 第12个题目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来怎么做 就是我们有了这个 二项色尾峰这些条件的 你做起来有一点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这样 最后题目 1加xn次方 再乘了 根号 1加xn次方 再kn次方 dx 这样一个东西 1加xn次方 再1加xn次方 kn次方 那么你仔细看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是1加x的n分之一 这个是一次方 所以乘了去1加n分之一 在下面 所以这个结封实际上就是 1加x的n次方 负1 负1 负n分之一 dx 对吧 也就是我们讨论的 二项色尾峰的类型 对吧 这个是n分之一 这是一次方 所以1加n分之一 那么认为在下面 这边负1加n分之一 好 对我们这个情况呢 你看 现在α是0 对吧 αmx的主干次方 没有嘛 α是0 β是n 这是β γ是负1 负n分之一 这都是有理数了 对吧 负1负1 那么 这三个数都是有理数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第一 γ不是整数 这个不满足 对吧 这个除非n等一了 n等一它是整数 n等一这个很简单了 对吧 n等一这个很简单 那么n 现在我当然讨论是n大于1的情况 它不是整数 所以不行 再看α加1 α加1除β 这是不是整数 α加1 现在α是0 就是β分之一了 β分之一是n分之一 也不是整数 所以第二条也不行 然后最后就看第三条了 对吧 第三条就行了 你看 第三条 α加1加β 不 α加1除以β 加γ 这个刚才说了 这α加1 这是n分之一 α是0 β分之一 β是n分之一 γ 所以你接到胖 你说这个函数 它是可以有力化的 而且出凳 它原函数一定是出凳函数 对吧 那么怎么做法呢 第一步 反正你不去管它 所以第一步总是把它xn 让xn等于t 这是第一步 对吧 我说过这个总是第一步 xn除了让它等于t 那么这样来呢 x就等于t的n分之一 对吧 x就等于t的n分之一 那么dx呢 就等于n分之一 t的n分之一减一 dt dx的n分之 t的n分之一 dt 好 然后你这样一来呢 这个被讲述 这个时候就变成啊 这个时候 这个节目叫做i啊 好 i就等于 1加xn次方 xn5次方是t的了 对吧 是1加t 然后呢 负1 负n分之一 dxn分之一 t的n分之一减一 dt 对吧 那么你这个呢 总可以把它画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就是什么呢 你看 这就等于n分之一 负一 就这个一加t 有一个负一 在下面 对吧 t也有一个负一 在下面 这就是t的负一 一加t的负一 都拿下来了 剩下来呢 是1加t的负n分之一 所以是 这是一 这也就是两个负一 拿下来了 剩下来是1加t的 负n分之一 还t的n分之一 那么这个合起来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就t的n分之一 所以这样一来就变到了 这种类型了 对吧 所以总是可以有立法 然后呢 我们就让t的 1加t的n分之一 叫它等于u 对吧 就是固定的程序 你这样做 一定做得下去的 然后呢 好 那么所以t 比让1加t 就等于u的n次方 然后把t解出来 是吧 t解出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我不在这个合法上去算 然后把t解出来 这个解出来以后呢 t呢就等于 t就等于un次方 1-un次方 t啊 写错了 从这地方当然很容易把t解出来 t解出来就只这样的东西 这个这样 然后底t就很好算了 对吧 t有了 底t就好算了 底t就等于 把它再算了 这个导数算一下 底t就等于n的 un-1 1-un的平方 un-1-un的平方 du 这里都没有原则性的款 就这个步骤都是死的了 一步步就可以做的了 好了 然后 你就把最后的结果 带进去你看 然后就抽东西来了 然后我们把它带进去看看 好 所以我们的i呢 i我们看 刚才i最后算到这了 n分之一 n分之一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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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成了一架t t是什么东西呢 t是这个 对吧 t是这个 t所以就变成 un1-un 这是t t是un1-un 1加t 1加t嘛 1加t就等于1-un分之一了 把这个再加上1 对不对 就等于 1加t 1-un分之一 这是1加t 对吧 加上1以后不是 1-un就消掉了 然后这个t的n分之一 t的n分之一 t的这个n分之一叫做u 这个是叫做u 这个是叫做u 然后还有du 对吧 还有dt dt在这 dt在这 就等于n的 n的un-1 1-un的平方 du 就这个都使得 你就很简单的运算了 你带倒进去 带进去 仔细看一下 看什么东西 正好都消掉了 对吧 这n跟这个n消掉了 这个un次方 跟这个un次方消掉了 这个一件un次方平方 跟一件un次方消掉了 所以这个就等于u加c 正好是1 这里头就是1 你仔细看看 都是1了 对吧 所以就是u加c u是什么东西呢 u是这个东西 对吧 t是什么东西呢 t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等于 u u就是t的 就等于t的n分之一 u就是这个东西了 t的n分之就是x t的n分之就是x 然后下面是 根号 1加t 1加t t是xn次分之 再开n次方 最后这个原样数很简单 就这个原样数 你不信心 求个导书看看 求个导书就是那个东西 u u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那t的n分之一 t的n分之一 不就是x吗 我写在这了 然后1加t的n分之一 1加t t是xn次方 n分之一 所以最后这个原样数 是这样一个 很简单的算数 这个是很简单的算数 但它的办法呢 你要验算一下 这个算数导书很简单 算数就是它 算数就是它 那么就这套办法呢 还是很有效的 第一 判断它是不是可以结分 所谓可以结分 是不是原函数 出凳函数 对吧 是 那么这套办法是死的 也是死的 对吧 按照个程序做嘛 先把里头变掉 里头变掉以后 一定变成那个样子了 变成那个样子 把整个的更好变掉 做多做 做得出来 所以呢 你碰到这样的结分 你能判断 这个是不是我们讨论中 二相伟分的那种形式 这要是这种形式 你或者否定它 做不出来的 它不是出凳函数 或者把它出凳函数找到 是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一定可以有理化的 好 关于不定结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关于这个原案数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总结一下 说一下呢 就我们第六章啊 主题很明确 一件事情 找远函数 对吧 过中国办法去找远函数 那么最基本的办法 有两条 分布结分和换源 这是适用一切情况 那么你去 哪一种情况 要分布结分 哪一种换源 那么去做 然后我们说 不是每一个函数 都可以找到远函数的 这句话的意义是 不是说远函数不存在 而这远函数 它可能不是出凳函数 不是我们已经知道 形式写得出来的 对吧 那么怎么样一种 类型的函数 它远函数 一定是出凳函数呢 有理函数 你这些事情 你脑子都要清楚 有理函数 而且有理函数 一定可以做的 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一种函数 我一定可以 把它画成有理函数 我这两次可讲的呢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么为什么 要做远函数呢 下面我们讲 第七章的就看到了 今天我们就能看到 为什么要做远函数 好 下面我来讲第七章啊 我们这一学期的最后一章 我们所谓远函数啊 就是远函数了 远函就讲导数 对吧 就讲导数 那么前面第三章 第四章 讲得多这些东西 第四章 太大公司 第三章 那么现在第七章呢 就开始讲 我们这个课程的 另外一个主角 接分 这是另外一个主角 这是远函数两件事情 另外一个主角 那么我们下面的 也是这样 通过几个具体例子啊 来引进 什么叫接分 现在讨论一下 接分的概念啊 就是我们前面讲导数 导数是一种解线了 那么这种解线 为什么要讨论这样的解线 那很多问题都规矩到这个解线 接分也是这样 接分也是个解线 所以我们前面要画很多这些讨论解线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导数接分都是解线 都用解线来定义的 那么这个解线呢 要比导数的解线要复杂 大家以后看来就知道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通过三个 也通过三个例子啊 第一个例子呢 我们讲讲 缺变体型的面积 缺变体型的面积 我们这样一个问题 给点曲线 比如说在A B区间上 A B区间上 给点曲线 这个方程我是知道的 Y等于F X 那么要你求一下 这条曲线跟X等于A这条直线 X等于B这条直线 以及X轴 围成了这块面积 这块面积 我们叫做曲变体型 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这条不是曲线 是叫直线 那么这就是个标准的体型嘛 对吧 这是这个体型嘛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不是标准的体型 这条编是弯的 这条编比如说是弯的 这条曲线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啊 怎么去算它的面积 就叫做曲变体型 这个曲线的方程是你知道的 那么做结封呢 我们现在讲普通的定结封了 下面我们还要一系列的结封 我们第三下车里头啊 线结封 面结封 重结封 N重结封 一系列的结封 基本事项都在我今天讲的内容里头啊 现在我们要求面积 这块面积怎么求呢 这个我们在讲 前面讲解线的 我们已经讲过 讲过Y等X 平方这条曲线怎么做 事项也是这样的 那么你因为这个是取的了 甚至我不知道这个曲面 这个面积怎么定义它 对吧 什么叫这个面积了 对吧 大家都知道 这个面积什么意思呢 对吧 只线多变形的面积 多分成三角形 把它非常矩形 都可以做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实际上我们 问怎么去定义这个面积 什么是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第一步呢 线化整为0 现在我要做的是一个大的面积了 大的面积我做不出来嘛 然后我都把它分小了 我做一个分个 我用π来记这个分个啊 这个π不是远周率啊 这个记号 一个分个 什么叫一个分个呢 我把这个 a啊 叫做x0 然后这一点叫做x1 x2 等等 xi-1 xi 然后等等 xn 最后一点我叫做b 就这个啊 叫做一个分个 x 这就是x0了 然后这就是x1 然后这是xi-1 xi 这个是xn-1 分了以后怎么样呢 分了以后我就说啊 这样就把这个 这块面积啊 我分了很多这样种 小的曲边体型的面积 小的曲边体型面积都合了 那么这个小的曲边体型 有个什么特点呢 这个曲线啊 当然还是曲线了 那么我近视的 在一个小范围里的 我可以用条指线去代替它 你用条什么指线呢 比如说我这里随便取一点 我随便取一点 这点我叫做x1 然后用函数在x1 这一点的数字 就是这个长度了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g型了 对吧 它的面积是什么呢 它的面积是 fx1 x1 乘上x1 减去x1 减1 对吧 这是这个边的长度 这是fx1 这个长度 那么这就是g型的面积 我说这个g型的面积啊 是近视的 等于这一小块的面积 这一小块就叫si 对吧 对吧 我现在是化整为0 你大的这一块 你说用一条指线一带的 差别太大了 误差太大了 那我化小了以后 那么特别当成 很小很小 去0的时候 这个基本上 没什么差别的 对吧 我说第一步 化整为0 化整为0以后怎么样呢 这一小块 我用一个g型来代替它 近视的 这是近视的 所以我整个这块面积 s呢 叫做整个这块面积 就是所有的 这种小面积的合了 i从1到n了 也就是等于 f ksi i 这个xi 以后我们简单地写成 deltaxi deltaxi 就记这个 deltaxi 就记成xi 减去xi 让i呢 从1到n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这块面积呢 我说 我可以用这些 小的g型的面积 静视它 小g型的面积 对吧 小的g型的面积 代替它 当然这不是 真正是它了 但是我们 这一点看 大家都承认 是这样的 如果 我让这个分得 很细很细 分得很细很细 分得很细很细的话 这种静视 越来越精确了 对不对 越来越精确了 所以我们说 当你分得很细的时候 这个地方 都是静视 这个是精确的 这个是静视 对吧 SI静视的 这是面积 这是一小块 这是一矩形 好 我说当S 这个分得很细很细的时候 i从1到n 这个界限 这个界限 如果存在的话 这个界限 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 我说这个界限 就是这个面积 那你说为什么呢 那我说 你这个面积 还没定义过 什么叫面积呢 我就用它来定义 叫做面积 因为 你说什么叫做面积 你说看 也说不出 什么叫做面积 就看 这块地方大小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实际上这个面积 就用这个界限来定义 如果这个界限存在的话 我就定义为 这个块东西的面积 那么 这个跟者观当然 分得越小 分得越小 那这个近视又好 那自然这个就是它的面积 对不对 问题就是 你这个界限什么意思 什么叫分得很细 对吧 那么一种 大家刚学的同学 一开始就 分得很细 就是让这个分点无限增多 对吧 让n去无穷 我说这是不对的 n去无穷 为什么呢 n去无穷什么意思呢 就分点无限增加 分点无限增加 并不意味着它分得很细 你比如说 这个点 这个是x0 这是x1 x2 x3 n分的很多 这里很细了 这里还很大的 也快在那了 对吧 因为你并没有别的限定嘛 所以 什么叫分得很细呢 并不是n去无穷 并不是说 这个分点增加了 它就分得很细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讨论 什么叫分得很细 那么我们这样看 我说 给了一个分割以后 给另一个这样分割 这就要给定一个分割 π 给定了 给定一个分割以后呢 那么就有n个小区间了 delta x 那么这些小区间的长度 delta x 这里有个最大的了 maximo i n到1 因为这分割固定了以后 那么不是有n个小区间吗 对吧 也n个小区间吗 那么每一个小区间的长度 分割固定以后 这个长度 是给一个最大值嘛 对吧 因为我们也说等分了 一个最大的 我就把这个最大值 称为 这个分割的一个宽度 我用这个记号来记 π 两倍数两倍 继承这个分割的宽度 那我说什么叫分得很细呢 我说当π趋零的时候 分得很细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这个对了 这就对了 对吧 π就是给了个分割以后 每一个小区间的长度 小区长度最大的个 那么最大的长度趋零 那整个就分得很细了 所以这个解线 应该是这个解线 如果这个解线存在的话 那么我就定义成 这块面积就是这个解线数字 对吧 这个解线数字 那么当然 这个解线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好像跟以前 n区无穷 x区0都不一样 对吧 都不大一样 那以后我们重点来讲这件事情 我先从几个定义来开始 就说明 不是光是一个面积的问题 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下面好多物理上的问题 也碰到这样的解线 跟算导数一样的 所以它有普遍性 因此呢大家都要学尾解线 就这个道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 叫做变列做工吧 这物理上做工 大家都知道的 第二例子 变列做工 这问题这样 如果一个 这点 从A移动到B 在一个列F作用之下 这个列F作用之下 沿着这点F到B F这个常数 常值 就是每一点的列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工 我叫做W的话 就是列的大小 乘到这个距离 AB 对吧 列乘到这个距离 就是这个长度 这就是它的工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如果这F 它不是一个常数 是这个点的函数 每一个点 它的列不一样 F是等于FX 这个列 它是随着每一点在变 那么这个时候 你怎么去做工呢 怎么算它的工呢 对吧 这是常数才是这样说 那么这个思想就像这样 现在是化成为零 怎么做呢 我先不去算整个工 我先算这一小段吧 X-1到X-1 这一小段吧 对不对 这一小段上 我可以近视的 把这个列F X 我近视的看成某一点的 这里一样的思想 这一点取得 随便取得X 我近视的看成 这一点的列是个常数 这当然是近视的了 因为它实际上是变的 但是因为你这个区间很小 特别如果F是个连续函数的话 那它变化来不及很大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近视的可以这样看 因此呢 在这一小段上的工 W-I 是近视的等于F-C-I 列 成了这个距离 距离就是Data-X-I 是不是就这样了 所以整个这个工呢 W就近视的等于Sigma F-X-I 把它加起来 就是整个的工了 对不对 什么时候它这个 可以化成等号呢 那这个问题一样 就这个工 在变类意识之下的工 什么意思啊 那么实际上就是 当这个分个区很小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解线 如果存在的话 我就把这个数字定义为 在这个情况之下的工 一样的意思嘛 就你看 这个解线的样子 完全一样 跟这个的完全一样 问题是不一样了 当然呢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样的 对吧 还是这个合的解线 第三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跟我们做九导数 反过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一个棒 一个钢子 对吧 假如它的密度 是一个常数 R 这个常数AB 那么它的质量呢 这个这个棒啊 棒就感知 就不考虑它的宽度的 就考虑长度 那么如果这个密度 这个棒的密度 是一个常数 那么它的质量M 当然觉得密度 成了这个常度了 成了AB了 对吧 这就是它的总质量嘛 如果它密度 不是常数 不是均匀分布的 对吧 是一样的 不是均匀分布的 那么我在就导数的时候呢 就如果它质量 不是均匀分布 求密度 那就别人导数了 所以如果密度 不是均匀分布 求质量 这就别人结封了 就怎么样结封呢 好 那么它这个分布 不是均匀的 它这个点的 密度分布 是个点的函数 密度不一样 那你怎么算 它的质量呢 那我们这样 现化正为0吧 对吧 然后算这一段的质量 XI-XI 这一段里头呢 一样的 我用这一点 XI Rho X Rho XI 这个数字 这一点的密度 来代替 整个这三段的密度 近视地看着 这个长数字 就等于这个数字 然后再乘上 它的长度 这就是近视地 等于一小段的质量 对不对 这一小段 我近视看着这个长数 所以整个总的质量 就是这些质量加起来 就近视地等于 SIGMA Rho XI YXI 那么这个是近视的了 什么时候近去呢 当我分得很细很细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个极限存在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这个就是近去的 对吧 一样的 这个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分布不均匀的 棒的质量 做的时候呢 就是变成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你问问看 这三个问题 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但是呢 最后规矩道 都是算这样一种核达极限 这种核达结构很特殊的了 对吧 一个函数 在某一点数字 成了这个区间的长度 这个区间是乱分的 没有什么分法 没有规则 随便你怎么分 然后这样区间线 如果存在的话 那个就叫 这个东西 叫S 这个是面积 那边是公 那边是质量 就多 最后规矩道的问题啊 都是同一种极限 所以呢 在数学上就是这样 先是看具体的问题 然后把它抽象出来 就好像导数一样的了 那种擦上的极限 就是导数嘛 像我们这种核的极限 这种核呢 我们有个名字叫 林曼核 因为这是林曼解封了 林曼我们已经 好几次碰到了 林曼核 林曼核的极限 就我们用几句简单话 这样 做解封什么意思呢 第一步是化整为零 第二步呢 是寄零为整 懂吗 先是化整为零 化整一小块 一小块我可以 静止代替的 那就到整个做 我最后来 再算这块面讲 然后再把零碎的加起来 寄零为整 先是化整为零 然后再寄零为整 整体 然后取下几限 就是我要算的东西 好 那么现在这样一来 我就有理由来讨论 专门研究这样种极限 现在我就把什么 面积啊 质量 工啊 都不管它 就考虑一个函数 这样种极限 什么意思 先把这个极限讲清楚 对吧 什么叫这个极限 好 我们谢谢我再讲 谢谢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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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